2022年6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去,天上下着雨,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 傍晚时分,许多居民的家众已经飘出了饭菜的香味。 谁也不会想到,小婷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天。 伴随着急促的敲门声,小婷的手机也在不断地响着。 小婷的妈妈刘燕不停地给小婷打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 之后,她又给大女儿打电话。 由于大女儿当天没带钥匙,回到家中敲门敲不开。 楼下的邻居听到了敲门声上来查看,并告诉刘燕的大女儿,她看到小婷回家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刘燕还是有些不放心,急忙跟老板请了假。 回家来。 当她拿着钥匙打开房门后,眼前的一幕彻底将她击碎了。 她看到心爱的小女儿就躺在床上,额头上有块伤,胳膊上有淤青。 刘燕试图叫醒女儿,但小婷始终没有反应。 刘燕感觉自己快要疯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过神来,拿出手机拨打了第一个求助电话。 这个电话刘燕打给了秦夫王斌。 两人才离婚不久,虽然已经离婚,但在刘燕心中,王斌依然是最可信任的人。 很快王斌赶到了现场,她安慰着刘燕,并且拨打了110和120。 120医生来检查以后,宣布小婷已经死亡。 这个消息对刘燕来说,无疑是晴天梯立。 几年前,刘燕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老家赤峰,平时她就在家附近的一家饭店打工。 谁也不会想到,小婷竟然出事了。 究竟是谁会对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女孩下手了? 赶到现场的民警,立即展开调查。 很快,在学校走访的民警传来了消息。 老师说,小婷在学校活泼开朗,和同学相处融洽,也没发现她遭遇过校园暴力。 走访的同时,技术人员也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察。 发现小女孩呈现仰卧位躺在卧室的小床上, 头朝南,脚朝北,头部、面部都有擦伤,四肢也有捆绑的痕迹。 经过法医鉴定,小婷是生前因为头部受到顿气暴力作用,导致颅脑损伤死亡。 民警根据现场的一些线索,对当时小婷的一些遭遇做了还原。 小婷回家之后,在门口换了拖鞋。 当她走进卧室时,隐藏在卧室门后的凶手突然冲出来,用钝性物体击打小婷的头部。 就在警方分析案情时,民警又有了新发现。 小婷家里的拖布在一进门口的地方放着,让人感觉很不正常。 刘燕说,案发当天没有拖过地,并且拖布本来是放在卫生间里的。 这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作案后用拖布打扫了现场,所以现场看起来跟平时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新系的民警在勘查厨房的时候发现,刘燕家里的炒菜锅不见了。 再联想到被害人的伤是顿其所致,警方怀疑凶手很可能是拿炒菜用的锅做凶器,这到底是入室抢劫还是仇杀呢? 民警通过询问刘燕,了解到他们家并不富裕,每月收入的来源便是他跟大女儿在饭店把工所挣的几千元。 结合刘燕的说法跟现场环境,办案民警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 案发的小区是个开放性的老小区,在这里居住的大部分居民经济条件一般,小偷一般不会选择这样的小区。 而且刘燕家的门锁没有发现任何被破坏的痕迹,窗户也是完好的,说明凶手是和平进入现场的。 那他很可能有钥匙并且熟悉被害人家里的情况。 嫌疑人作案前准备了胶带等工具,作案之后还对现场进行了清理。 通过对小婷头部被打击的位置可以推测出,嫌疑人进入房间后潜伏在卧室,伺机作案。 而且嫌疑人作案的手段残忍,似乎对小婷有着很大的仇恨。 那么嫌疑人是不是小婷的熟人呢? 如果是的话,那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 据刘燕家对门的邻居说,大概是一个月前有人跟踪过小婷,当时小婷跑进邻居家借电话打给他妈妈。 刘燕回忆,由于这个男子做了伪装并且与小婷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所以小婷并没有看清男子的长相。 这之后跟踪事件就没再发生过,刘燕也就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那么这名跟踪的男子是否便是犯罪嫌疑人呢? 民警调取了小婷放学路上的监控录像,可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警方推测,小婷的年龄还小,应该不会引起杀人这么大的仇恨, 很可能是小婷父母的情感纠葛引起的。 民警对刘燕反复询问,但她的情绪非常不稳定,根本无法为警方提供有利的线索。 但这时,刘燕的前夫王斌说,她知道谁是凶手。 原来,刘燕在认识王斌前还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任丈夫便是刘燕两个女儿的父亲,因车祸去世。 王斌是刘燕的第三任丈夫。 刘燕的第二任丈夫李某只要心情不好, 或者刘燕做错一点小事,她都会殴打刘燕。 离婚之后,李某也是时常过来骚扰她。 但是刘燕已经和李某离婚两年多了,如果是李某作案的话,她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据王斌说,有天晚上,她去刘燕的小区找她,看到刘燕和一个男的坐在长椅上聊天。 她这才知道刘燕又找了一个新的对象。 王斌与刘燕离婚之后,也经常照顾刘燕母女。 那天她之所以去找刘燕,就是想送给她们一些生活用品,所以才看到了这一幕。 这件事情李某可能也知道,也许是因为刘燕又找了个新对象,才激怒了李某。 这时,刘燕的大女儿也回忆起一件可疑的事情。 前不久,小婷发现家里的衣柜里被人安装了摄像头,并把这一件事情告诉了她姐姐。 他们发现监控后,没过几天,那个监控就消失了。 警方认为,凶手很可能就是安装监控的这个人。 能够敲声无息地进家里安装监控跟取走监控,说明嫌疑人很熟悉刘燕母女三人的作息时间。 李某熟悉母女三人的作息,也有可能拿到家里的钥匙。 如果真是李某所谓,那么她一定在小区附近出现过。 警方决定在小区附近进行走访。 在走访过程中,一位老太太向民警反应。 案发那天晚上七点到七点半之间, 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从案发的单元出来, 身高大概在一米六五左右,很矮,很瘦。 由于小区内没有监控,民警调取了小区外围的监控。 隐约能够看到一个戴黑色鸭舌帽的男人, 可看不清楚面容。 监控显示,画面当中的男人案发当天下午两点半停下了摩托车, 晚上七点半,骑着摩托车离开了。 警方把监控录像拿给刘燕和刘燕的大女儿, 刘燕的前夫王斌进行辨认, 但他们都没有辨认出来。 这个人会不会是李某呢? 警方为了不打草惊蛇, 侧面打听了李某当天的行踪, 可没有人能够证实他当天的去向。 办案民警决定顺着这条监控查找神秘男子的身份。 警方通过男子行动的方向调去了沿途的监控。 由于当天下雨,摩托车的车牌被泥水挡住, 警方始终没能看到车牌信息。 但男子似乎沿途在抛洒一些东西, 民警立即赶到他抛洒东西的地方。 经过警方的拼凑, 发现可疑男子抛洒的碎纸片都是小女孩母亲签名的文件, 可以确定可疑男子一定经过案发现场。 经过继续追踪, 警方终于在一处治安卡口, 清楚地拍到了摩托车的车牌信息。 但是, 摩托车主人的身份信息显示出来时, 却让民警大吃一惊。 这个人居然是刘燕的第三任丈夫, 王斌。 与此同时, 在现场勘察的民警也有了重大发现。 在六号楼东侧的垃圾堆内, 找到了一口炒菜用的锅, 锅的底部已经严重变形。 技术人员从锅底的擦拭物中提取到了被害人的血迹, 锅的金属把手上提取到了嫌疑人的DNA, 与刘燕前夫王斌的DNA完全一致。 案件告破了, 但还有许多的疑问没有解开。 王斌是案发后刘燕第一个联系的人, 可见刘燕对王斌十分信任, 甚至还有一些依赖。 而王斌在案发后对刘燕也是极为关心, 对警方的调查也是一直积极配合。 要说王斌有什么理由要杀害小婷, 刘燕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的。 警方了解到, 王斌和刘燕是2022年3月份离婚的, 离婚之后两人也时常往来, 可就在5月底, 两个人似乎断了联系。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会不会是小婷遇害的真正原因呢? 刘燕因为第一任丈夫去世, 回到了赤丰市元宝山去。 她认为这是她噩梦的开始。 刘燕说, 如果孩子父亲还在的话,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王斌在网上认识了刘燕, 两人成为了网友, 很快两人就约着出来见了面。 王斌被刘燕大方外相的性格所吸引, 但是王斌的家人却并不看好这段感情。 因为刘燕比王斌大四岁, 家人想让王斌找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对象。 王斌的各方面条件也不错, 王斌的母亲觉得刘燕带着两个孩子 有点配不上自己的儿子。 更为重要的是, 王斌的家人认为, 刘燕嫁给王斌的目的并不单纯, 很可能是涂王斌的房子, 甚至让王斌婚前把房产做个公正。 王斌的母亲后来之所以接受刘燕, 只是因为刘燕表示, 自己愿意婚后再和王斌生一个孩子。 但是结婚之后, 刘燕跟王斌却一直没要上孩子。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王斌的母亲对抱孙子这件事越来越着急。 因为生孩子这件事, 刘燕和王家的关系越来越差, 夫妻二人也因为这件事有了隔阂, 两人互相之间都颇有怨言。 隔三差五的争吵让两人身心俱疲, 再加上王斌对两个孩子并没有多少耐心, 这让刘燕十分痛苦, 也时常问自己, 为什么要开始这段婚姻呢? 有一次小婷想养一只小猫, 但王斌十分粗暴地说, 你要是养小猫的话, 那么你儿仨就从哪来回哪去吧。 这句话让刘燕彻底伤了心, 本来想为自己和孩子找一个依靠, 但王斌的态度让她觉得对方靠不住, 无奈之下她提出了离婚, 王斌也同意了。 但没想到离婚之后, 王斌还时常拿一些生活用品去找刘燕, 还嘘寒问暖, 刘燕也没有拒绝, 两人的感情甚至比以前还要好。 可就在2022年5月份的时候, 王斌家里给王斌介绍了个相亲对象, 刘燕知道后便把王斌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除拉黑, 决定不再与这个男人有任何的来往。 但王斌却经常暗中跟踪刘燕以及她的两个女儿, 之前尾随小婷的那个神秘男子便是王斌。 王斌说, 一直到有一天晚上, 他看见刘燕与另一名陌生男子见了面, 他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 回到家后, 王斌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刘燕与男子并肩而坐的画面深深刻在他脑海之中挥之不去。 第二天, 他拿上了之前偷偷配的一把钥匙, 在他家卧室的衣柜里安装了一个监控器。 刘燕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母女三人在家的一举一动, 王斌都看得一清二楚。 王斌说, 看监控成了他每天必须要做的事。 他在监控中看到刘燕的日常举动, 觉得刘燕跟他分开后并没有任何伤心的表现, 反而很快开始了新生活, 这让王斌很生气。 于是, 王斌产生了报复刘燕的想法, 想把刘燕打晕了, 拿绳索捆起来。 直到小婷发现了监控, 王斌才被迫停止了这一疯狂的窥探行动。 他悄悄拆除了监控器, 但内心的木火却是越烧越旺。 不过, 这只是王斌的一面之词, 并不能为他的罪心开拓, 也不是他犯罪的理由。 王斌说, 在拆除了监控后, 他就计划报复刘燕, 他买来了胶带, 放在摩托车后备箱, 随时准备动手。 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直到案发那天, 天下着大雨, 路上行人很少。 王斌提前潜入刘燕的房间, 在厨房拿了炒锅, 就在卧室里静静地等待刘燕的回家。 可王斌没有想到, 小婷是第一个回家的。 王斌想到不能继续监视刘燕, 就是因为小婷发现了监控, 他也要付出代价。 此时的小婷也发现了王斌, 王斌拿起炒锅向小婷砸去。 他认为, 报复小女孩可能对刘燕的伤害会更大。 王斌做完这一切后, 打扫了房间, 便汽车离开了。 经过警方四个小时的努力, 成功破获了这起故意杀人案, 元宝山区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离婚就意味着两个人选择分开, 各自生活。 但是离婚之后的王斌先是暗中跟踪, 后有安装监控器, 疯狂窥探对方的隐私。 最终由于心态崩溃, 走向了罪恶的深渊。 爱一个人有很多的方式, 可王斌偏偏选择了最偏激的一种。 作为一个成年人, 应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一旦触碰法律的底线, 只能含恨守场。 第二个案件, 蹊跷的自杀案。 2019年9月25日清晨, 山东上辽城市鱼籍镇 瑶鱼村的一处田地里 传来了一阵阵的轰鸣声。 好奇的村民们纷纷围窿过去, 看到了十几名警察 正围着一个大坑边 指挥着一台挖掘机 在地里挖着什么。 突然警察喊道, 挖倒了。 村民们伸直了脖子一看, 纷纷下的木凳口袋, 坑中间是一幅 刚刚下档不久的棺材。 有些眼尖的村民认出来了, 这不是秦兰的坟墓吗? 就在前两天, 村民秦兰上吊死在了家里, 她的丈夫赵军悲痛欲绝, 怎么都不肯火化, 当天就匆忙 把爱妻下葬了。 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警方要挖坟掘墓呢? 这一切, 还得从9月24日说起。 2019年9月24日清晨, 老李正在家中酣睡, 突然被妻子从睡梦中拍醒。 快醒醒, 别睡了, 赵军家出事了。 老李迷迷糊糊地坐起来问, 哎, 喊什么喊啊, 出什么事了, 急成这样。 哎呀, 他媳妇上吊自杀了。 老李听完, 一下子醒了磕睡, 急忙套上一件外套, 就往赵军家里跑去。 当老李匆忙赶到赵军家门外时, 屋子里已经挤满了枕, 被围在中间的赵军, 怀里抱着妻子的尸体, 嚎啕大哭。 赵军, 这怎么回事啊, 昨天不还好好的吗? 我爱燕不至宝。 好, 早上我起来, 倩套顺品没有声, 出来一看, 他就上吊了。 赵军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着, 他一边哭一边扔出一段绳索来, 那是他刚从妻子脖子上 解下来的。 昨天晚上, 火俩因为小事吵了几句, 我的平朝也没少抬考, 可没想到, 他就这么想不开。 赵军越想越愧疚, 抬手狠狠地打了自己几下, 偷怪我, 偷怪我。 村民们看着这样的赵军 也是于心不忍, 秦兰虽是外地媳妇, 但跟赵军结婚二十多年, 感情一直很好, 对待村里人也十分的平易近人。 前几年家里生活好了以后, 赵军跟秦兰在城里买了房, 秦兰就经常在城里住, 然后在附近的厂里打工, 只有家中有活的时候, 才会回村里住几天。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 因为要参加村里的一场婚礼, 秦兰回到了摇鱼村, 还显得特别高兴, 没想到, 仅仅过了一个晚上, 就物是人非了。 村里的长辈们都劝为赵军不要太难过, 劫暗顺便, 人已就没了, 劫下来就要操办后事了。 按照村里的习俗, 一般死者要停放三天, 让亲属前来吊宴之后, 再进行火化, 下葬。 可赵军却坚持要将爱妻早点下葬, 甚至等不及火化, 只想让秦兰早点入土为安。 我看着她就难受, 还要等三天, 我真的等不了了。 可村民们觉得, 还是要通知一下秦兰的娘家人, 让她的娘家人来送送她。 赵军却说, 已经打过电话来, 秦兰的老家在四川, 就算是停放上三天, 他们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来, 还是早点下葬了。 看见赵军这么坚持, 其他人也不好说什么, 都一起帮着料理后事。 赵军和秦兰的一双儿女在外地打工, 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后, 匆忙赶回了老家。 听说母亲是自杀的, 儿女们怎么也不肯相信, 但看着悲痛欲绝的父亲, 他们也没再多问, 只是强忍着眼泪, 帮忙料理后事。 丧事很快就办好了, 当天下午, 秦兰就被安葬了。 随着秦兰的安葬, 喧嚣的姚鱼村又恢复了平静, 可就在这时, 一个电话从千里之外 打到了鱼籍派出所。 警察动智, 我怀疑秦兰不是自杀, 请你们刚忙调查一下。 报案的人是秦兰的弟弟, 电话是从四川老家打来的。 原来, 秦兰跟娘家人有一个微信群, 大家每天聊聊家常里短, 十分热闹, 秦兰是最活跃的人之一。 但是这两天, 秦兰却一反常态地 没发过一条信息, 这让娘家人感到有些奇怪。 秦兰的弟弟还私聊过秦兰, 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心慌得他急忙打了的电话 给自己的外甥。 你妈这几天干嘛呢, 怎么微信也不回啊? 可外甥却更奇怪了。 舅舅, 我妈走了。 走了? 走哪去了? 我爸没告诉你吗? 我妈上吊自杀了。 紧接着, 外甥就把赵军发现秦兰自杀, 在火塑料理了后事的事情 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舅舅。 舅舅听此噩耗, 一时气火攻心, 差点晕过去。 他急忙问了一圈人, 发现没有任何一个秦兰的娘家亲切 知道这件事。 外甥对此很是不解, 我爸说, 他第一时间就联系你们了呀。 放屁,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 舅舅强忍着眼泪说道。 挂断电话后, 秦兰的娘家人越想越不对劲。 首先, 秦兰的自杀都是赵军的遗念之子, 没有其他人能够证明。 第二, 秦兰的表现一直很正常, 从来没有听说她的生活不如意, 根本没有自杀的理由。 另外, 上午人刚走, 下午就把人埋了, 这根本不符合规矩, 更不符合情理, 好像是为了掩盖什么。 杨家人认为, 秦兰的死绝对有问题。 于是, 秦兰的弟弟把电话打到了姐姐所在的钢地派出所, 希望警方能够帮忙调查, 看看秦兰到底是不是自杀。 接到报案后,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 民警发现秦兰的死并不简单。 正如之前娘家人所怀疑的, 无论是赵军的说辞, 还是匆忙下葬的行为, 都透着一股子古怪。 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警方也不能断定秦兰到底是不是自杀。 于是, 先在村民众展开了调查。 第一要告清楚的, 就是夫妻之间是否有矛盾。 根据村民的所说, 秦兰是个外地媳妇, 二十多年前嫁到村里来。 赵军比他大了将近二十岁, 也很疼媳妇, 两人的感情确实不错。 夫妻二人是共患难过来的, 当初十分辛苦的时候都没有散, 如今生活好了, 就更加的恩爱了。 那么夫妻二人有没有什么仇人呢? 村民们都说, 夫妻俩平易近人, 在村子里口碑不错, 也有很多朋友, 没听说过有什么仇人。 当听说秦兰自杀后, 大家都很诧异, 因为从平日的交往来看, 秦兰开朗大方, 根本就不像是会自杀的人。 对于赵军将妻子匆忙下葬的行为, 村民们虽然觉得有些不合规矩, 但也觉得能够理解, 觉得赵军看着妻子实在是难过, 想早点下葬, 也是人之常情。 见到从村民这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办案民警直接找上了赵军。 此时的赵军正呆坐在家中, 他神情呆滞, 地上还散落着一些半丧式的用品, 看上去很凄凉。 看到民警之后, 赵军先是一乐, 然后有些慌张, 听说了警方的来意后, 慢慢镇定了下来。 秦兰自杀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再详细说一说吧。 赵军皱着眉想了想, 才缓缓地开口。 9月23日下午, 秦兰回到村子里准备参加婚礼, 遇到人还打招呼, 看上去心情很不错。 到了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 秦兰跟赵军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了口角。 赵军说, 也不是多么大的事, 平常我们也会抬杠几句, 怀疑没放在心上。 吵完架后, 两口子就气呼呼地睡下来, 背对着背, 谁也不挨着谁。 赵军就这么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上五点左右, 他迷迷糊糊地坐起身来, 却发现身边空荡荡的, 没有秦兰的身影。 死, 不会是气得宝床里去了吧? 赵军一边敌过着, 一边起身去寻找妻子。 他先是在房间里找了一圈, 又到院子里找了一圈, 都没见秦兰的影子。 当他找到堂屋最东头的一间房时, 他突然看到门框下, 吊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 赵军冲过去一看, 竟然是妻子秦兰。 原来秦兰用一根绳子掉在门框上, 上吊自尽了。 慌张的赵军急忙打电话给自己的哥哥, 家人们闻讯赶来, 先是剪断绳子, 把秦兰放下来, 然后进行抢救。 但是, 秦兰已经没有了呼吸。 之后, 赵军就通知自己的孩子, 然后举办葬礼。 听完赵军的回忆后, 民警问道, 你当时明明没有打电话 通知秦兰的娘家人, 为什么要骗别人说你打过了? 赵军解释说, 是因为妻子的死对他打击太大, 他一下子六神无主, 到底有没有打过电话, 他自己也不记得了。 随后, 警方又询问了赵军的家人, 证实了他们赶到赵军家中时, 秦兰确实是掉在门框上的。 调查进行到这里陷入了僵局, 赵军对怪异的行为解释都说得通, 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秦兰不是自杀, 可办案民警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似乎还有什么细节被遗漏了过去。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 负责跟进秦兰社会关系调查的同事传来了好消息, 他们找到了一个关键的线索, 或许能够解开秦兰自杀的真相。 根据警方调查, 秦兰在2019年8月的时候, 曾和一名男子坐火车回到四川老家, 期间还曾入住过同一家宾馆, 两人明显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 秦兰的弟弟告诉了警方, 这名男子名叫牛亮, 是姐姐秦兰在外打工时认识的一个朋友。 秦兰的姐姐也说, 秦兰曾带着牛亮回到家中, 说不想跟赵军过来, 想跟牛亮一起生活。 当时秦兰的娘家人都不同意, 希望两人早点断了, 不要破坏这一桩婚姻。 但是根据警方后来的调查来看, 秦兰不仅没有跟牛亮分手, 还为此和丈夫赵军分居。 由此可见, 赵军夫妻二人并不像所说的那般和睦。 9月25日清晨, 警方决定开棺验尸, 从死者秦兰身上查找更多的真相,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因为当时天气还有点热, 死者的遗体已经发生了一些腐化, 但经过法医的努力, 还是找到了一个关键的证据。 在死者的颈部前方后方都有一个勒痕, 根据痕迹的轻重情况, 法医判断死者应该是被人先用绳索勒住警部, 之后再上吊的。 这个线索让警方很是兴奋, 他们推测, 可能是赵军发现了妻子的背叛后痛下杀手, 在伪装成自杀, 之后匆忙下葬掩盖真相。 于是, 9月25日晚, 警方将赵军传唤到警局尽心询问。 当赵军来到警局后, 他的眼神飘忽不定, 额头上也冒出了不少的汗珠, 看上去十分的心虚。 当审讯开始后, 没等警方问上几句, 赵军就在位子上抱头痛哭。 赵军承认, 是他杀害了妻子秦兰。 他要是有百分之一的回头, 我也不会这样。 我现在后悔得不得了, 何不得我自己自杀? 紧接着, 在赵军的讲述中, 一个被掩盖的残忍真相, 缓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赵军和秦兰也曾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但两人之间的感情却在几个月前 发生了一些变化。 秦兰突然向赵军提出了离婚。 孩子们都大了, 咱俩也过了二十多年了, 我不想跟你继续生活下去了。 赵军左想右想都想不出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妻子如此决绝地要离婚。 而秦兰也没说出具体的缘由, 只是一直强调说过不下去了。 赵军不想失去深爱的妻子, 一再挽留, 烦躁的秦兰干脆搬了出去, 两人开始了分居的生活。 赵军过生日这天, 他打电话给妻子, 本以为妻子不会来, 没想到秦兰不仅来了, 还拎了一个蛋糕, 这让赵军觉得还有希望。 但是秦兰很快给他浇了一盆凉水。 我给你过生日, 只是因为不想让孩子们看出什么来。 咱们俩伏极情分已尽, 还是早点离了吧。 赵军依旧不同意, 秦兰第二天早上又离开了家, 再也没有回来过。 直到有一天, 赵军去菜市场买菜, 撞见了妻子跟一名男子亲密地走在一起, 他这才明白秦兰为什么要执意离婚。 那名男子就是牛亮, 和秦兰在工业园区打工的时候认识的, 两人年纪相仿, 很快便走到了一起。 秦兰认定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决定跟赵军离婚, 还把牛亮带回了老家。 愤怒的赵军跟着二人一路走到了一处出租屋, 原来两个人早就同居了。 愤怒的赵军当即冲了出去, 跟牛亮吵了起来, 可秦兰一把拦住了他, 并再次提出了离婚。 新寒的赵军还是不愿意离婚, 毕竟已经过了二十多年, 还有两个孩子, 怎么能说离就离呢? 而且在农村里, 离婚是件很没面子的事, 他丢不起这个人。 面对丈夫的劝说和哀求, 秦兰不为所动, 甚至更加坚定了离婚的决心。 两人就这么一拖再拖, 转眼就到了九月二十三时这一天。 这一天, 赵军看到秦兰回来参加婚礼, 还愿意和他在村民面前 演出一副情色和明的恩爱景象, 觉得秦兰或许是回心转意了, 心里十分欢喜。 可到了晚上, 两人刚准备休息, 秦兰又提出了离婚。 白天的时候我配合你, 只是不想在大街面前闹得太难看。 但这个婚必须得离。 两人为此争吵了一番, 最后带着气躺下了。 当秦兰入睡后, 一旁的丈夫赵军却怎么也睡不着, 他脑海中不断地闪现着 妻子说要离婚时决绝的表情, 以及他跟第三者在一起时的情景。 越想越愤怒的赵军 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杀死妻子, 让他永远地留下。 或许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赵军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越想越觉得, 这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于是,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 赵军悄悄起身来到院子里找来了一根尼龙绳, 绕在了秦兰的脖子上, 一头拴在暖气片上, 一头用双手死死地拽住, 然后一使劲。 五分钟之后, 秦兰就这样在睡梦中被夺去了生命。 看着妻子渐渐变凉的尸体, 赵军回过神来, 把妻子背到堂屋东边的房间, 之后把绳子拴在门框上, 营造出了一个自杀的假象。 担心警方查到线索, 赵军还换下了身上的衣服, 带到河边的桥下里烧掉了。 做完这一切后, 赵军继续回房睡觉, 一直睡到五点左右, 再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打电话给自己的哥哥。 于是, 秦兰自杀的谎言, 就这样完成了。 交代完这一切之后, 赵军摊坐在椅子上, 不停地说着自己很后悔。 可无论他如何后悔, 秦兰也无法复活。 对其家人造成的伤害也永远无法弥补。 赵军也将为自己的罪行付出沉重的代价。 本案中的赵军和秦兰, 原本可以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婚姻的问题, 只是因为一时冲动, 酿下了令人唏嘘的恶果。 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